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社团法人 原住民生根德马问协会的执行秘书 林建志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建志大哥你好 建志大哥想要请问一下 其实我们的这个协会呢 在成立之初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几年了 那经过这么长久的一段时间 我们有一些实验 然后到现在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还是回归到土地上面这件事情 对不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啊 我就拿我们怎么陪我们的小孩子这块 好 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在做陪伴小孩子 然后就当地的小学下午就会有班级 就是小朋友到我们协会 然后我们就会去陪伴两到三个小时 那我们会用什么方式 然后其实我们也不用太多的教条式的方式 直接教他很简单的方式 比如说我的方法都会是好啊 你们这两个小时不要超过马路 不要超过那个水沟危险 你们只要在这个两个小时去抓五种有生命的东西 然后抓来剩半个小时就来这边做分享 你怎么抓到他然后去做自己的一些就是回馈了 那就让他们去小朋友就很高兴这样 然后就在田地里追啊追蝴蝶啊 然后就甚至去挖那个蚯蚓啊 甚至是蜻蜓啊很多生命 然后下个礼拜我就会再带他们到那种都会打那个冠水农法打农药化学别料的 我一样的方式你们也去找五种有生命的东西这样 然后小朋友很快喔 就是不大半个小时 老师真的真的找不到啦 我说对啊这就对了 然后农药用多了他把很多的生命都杀掉了 所以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是在我们怎么陪我们的小孩的方式 会用这样的实力 就是去陪伴我们的小孩子 那在土地的认识上面 是不是天生的我们是留着这个泰雅族的这个协议 因为我们是泰雅族啊对不对 我们对于土地的认识有别于其他的这个 原住民的这个部落吗 我觉得应该其实都一样 因为我们都来自土地啊 其实我们比较接近土地啊 那其实透过那些祖先的神话也好 或者是故事啊 其实都在谈土地跟环境 所以我后来发现 那个很重要 其实是我们学习很重要的一个 虽然我们的一些课堂上可能听不到啊 或者原来他们在谈的这东西 如果很喜欢用那种神话 或者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 可是其实都在谈这件事 老人家一来就说 你哦 你不要开玩笑哦 你到土地 比如说我们就一定 进山林的时候 一定要弄个米酒 酒啊 就是要静一下 静大地 我进去咯 就是保持那种心情 就是很尊敬大地的心情 这个是一定要这样做 可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哦 比较少 就觉得那个不重要 就一进去就来了 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嘎嘎 其实是 我觉得要重新被换回了 其实那个很重要 并不是说那么麻烦 老人家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 尊敬的那种的一个心情的话 你怎么会制造过土地 你不会在意 你一草一木啊 你会去破坏它 你觉得它重要 可是你尊重你尊敬的时候 保持一个很年轻的心情的时候 你就会很小心 我再举一个例子 好 部落的长辈 在放陷阱的时候 他选择食物啊 因为有时候放陷阱 你需要有一些弹性的那个 他都这个都要挑 你不能随便砍 因为你砍掉一根 等于损失 大地就损失一根植物 所以他们就一定是挑那种 会再生的 所以我砍这个植物的时候 它会牵插 牵插其实也是同时也是在造林 久而久之它自己会生根 比如说九重树就是这样啊 所以老人家很喜欢导正植物去设陷阱 我终于明白了 我说对啊 你们以前会砍 没有 砍的时候也没有 也很小心 弄的时候它都是有方法 你等于在造林 你同时也是在设陷阱 不过它久了 它就生了 它就变森林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其实我觉得那个知识 或者那个都在生活里面 老人家都不断的在讲 其实都有它的道理跟意义 不要觉得它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它不太会讲得太多 你就照着做 可是久了 我后来就觉得慢慢理解 对啊 比如说你的lock很麻烦 那浪费时间 干嘛随便砍一根猪 砍那个就好 你砍到那一个 不会再生了 你就浪费一根了 而且你也没有造林 就是等于你一根 你把它切切切 就变得很多根 你等于在造林 其实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例子 是 后来慢慢可以理解 其实我刚刚跟建志大哥 我听您聊的时候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 你其实也是随着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流教育 你就出外去念书 然后等到回来的时候 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 重新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 然后你的自信找回来了 一点一滴大地给你力量 让你更身为原住民 是一种 就是有别于其他的 每一个每一个会有各自的特色 那属于泰雅族的 属于我们的大安西部落的 它的特色是什么 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吗 大西部落 其实现在的部落 其实都有被重整过 比如说日本时代 其实我们以前都在海拔很高的地方 你看其实我们传统服饰的 为什么都比较厚 海拔高的地方比较凉 可是现在被日本人 黄民化的那些政策 逼着我们 就一定要到河边 它好控制管理 可是它在瓦解一个部落的时候 它一定有一种一些做法 就是你这个部落 它一定是分个几支 然后就重新再集合成一个部落 所以当时其实是被改造的部落 以前比如说我谈的双旗部落 它其实那个就是以前日本时代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黄民就是被改造的一个社区 所以它很整齐 很整齐 然后派出所一定是直指的 然后一看就知道比如那个导弹 我就马上来去抓 它那个队有设计 有点像监狱这样 所以那个部落很整齐 所以如果可以理解 你看他们的用意 你这样的基心不良就是这样 要控制我们 所以我觉得以前部落是有被改变 不过当然了 那个也是过去 我有很多的无奈 不可抗力 对 无奈 因为少数族群 可是我觉得我们能做的 大概就是重新回到过去 找到我们的力量 因为我刚刚说的 其实我说过 不顺带化的教育 我觉得这不够 因为主流教育 这个现代化教育 我不会比主流的人更强 可是我如果也拥有 我自己原本的那种价值跟教育 我就比主流的人更优秀更厉害 所以我的自信来自于这个 所以你看我现在开始觉得 好 我可以常常出来展现自己 所以我愿意从这样去受访也好 介绍我自己的部落也好 所以那个就是自信 所以我就在谈之前写的主流教育 在结合我重新的再认识自己 让我更壮大 我觉得我让我更优秀 那以协会来讲 其实您刚刚有讲到 协会就是实验了很多 然后也在这个当中去观察 有些东西其实还是要回归到一个平衡 土地就是教会我们一个平衡的道理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产品 都是经过那么多那么多的学习 一个观察之后 我们最后有点想要定调 在这个样的商品当中 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带来 对不对 那就是现场的这个部分 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好啊这个小米腌豬肉啊 是怎么来的 当然就是泰雅族以前传统 因为我们一直用做主流教育 市场经济的那种训练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发展产品的时候 我不自觉的就陷入一个复制 一直主流的东西到附落 走不出来 我们不会比主流的更强 这个就是透过再认识的时候 发现那我们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找一些可能性跟脉络 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个传统的智慧 是 就是腌制 所以这个就是腌制 我们就觉得 对啊小米腌豬肉啊 好啊 这个就是 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OK 这个就出产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 产品 那个小萝卜呢 其实萝卜也一样啊 其实我主流也有主流的东西 但我们有一些颜色要放进去嘛 嗯 那这个口味啊 搭配一些 我们的一些比如说 这个萝卜是 我们自己用友善耕种的方式 没有農料的 其实它很浓郁的味道 嗯 好 那这样的一个制作啊 其实只要是吃过的人 为什么他 他会很受欢迎 味道 吃得出来 嗯 要相信土地给我们真实的味道 OK 这个饼干到处都有啊 都市满街都有啊 如果我们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去结合我们在地的元素的话 我们哪来的去跟人家竞争 嗯 赤充 是 都市没有赤充啊 你想一下都市没有的东西 你尽量找出来 那就是我们 OK 会再生了 这个泰雅膏也是啊 泰雅膏这个东西其实 在部落里面很多故事 我们在边边吃边烤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回到传统里面 嗯 讲我们的故事 嗯 以前泰雅膏 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才会打那个泰雅膏 是 就是部落里面要嫁儿女啦 或是有什么技衣活动 大家就一起来参与 就会打泰雅膏 这类的东西 嗯 像这个啊 有一些在地的 一些不良品啊 嗯 土地出来的东西没有什么不良品 嗯 只是怎么让它再生 嗯哼 这个不要浪费啊 嗯 你看我们太多 太多 你如果不知道 因为你只会卖 你就没有把它转化成 再生的一个 另外一个产品的话 嗯 它就浪费掉 嗯 那其实我们的鸡蛋很特别 我们鸡蛋它是经过一个协力 你大家去把它养殖出来的那个虫鸡就是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鸡蛋吗 好啊 我们呃后面就觉得呃 那我开始在思考是说 那我们有一些肥料的来源怎么来 嗯哼 然后我 如果只是这些好像还不太够 那土地到底还可以创造一些什么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 开始跟部落的老人家一样 我说你们以前怎么活的 嗯哼 那养养鸡 哎 突然有个灵感 饲养 是可以发展 是 所以我们就开始说 对啊 蛋 你养鸡就会剩蛋 对 就会有肉 嗯 就我们就会有一些肉品 什么 就这样的灵感就来了 然后那个怎么 我们也不会就 极大化它 就是哇 那么好转 前阵子蛋很好转 哇 拼拼老民 大家就一窝蜂 全部种那个羊 完全不是 我们原来的思考是 老人家可以做什么 来的 那老人家就说 我们以前会养鸡好啊 那你们的 在六七十岁可能体力比较 不太可以 耗费太多了嘛 所以它可以释养在小鸡 是 小鸡是 比较方便嘛 因为它很小 很好照顾这附近这样 它养五周 五周之后它比较大了嘛 那鸡也要找一个 比较好的环境了 所以就小农接养 小农接养 之后呢 老人家五周 我们就 给它钱啊 因为它养那个是我们 等一个再买回来 是 是 我们拿鸡给它养 然后再买回来 嗯 就是小农村买回来 是 是一个共同去释养的概念 所以我们 称之为共有鸡 OK 所以有这个蛋 还有蛋 还有土鸡 是 想要请建制大哥 跟我们讲一下 协会的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 那 协会就是 过去二十几年 我觉得那个算短期 可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比较 要谈的 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些实践 我们认识更多 是 哦 长期 嗯 其实要进入怎么去 创造更多的永细性 是 对所以 我们那个循环性怎么怎么产生 是 比如说我们我们的 饲养的土鸡 土鸡会有很多 可以再制的吗 比如它的积分 要怎么去转化成我们 耕种的一些肥料 嗯 它的转化性就来了 嗯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厨余啊 比如说 有一些那个 在制作的过程里面 呃 我们也许学很多 呃 比如说 亦菌亦菲 嗯 嗯 我们跟老人家 老人家很多智慧 他不会你多了 嗯 就跟他多了你就会有灵感 嗯 所以老人家会说 以前那我啊 你干嘛买那么多东西 我们 他说啊就这样这样而已 其实这样这样 就是他们的时候 经验 他们的智慧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嗯 不会说 比如说义菌怎么用 嗯 那个义菌啊 其实你 我们看森林哦 是 大的树 他也没有用化学给掉 他也没有用 他其实是他自己的叶子在滋养它 是 然后 对啊 那个 这个生活的工作有很多的菌 嗯 所以 他给我们的提醒 哦原来是这样 那个东西可以去制造 嗯 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森林里面去找 那个白白的那个 那个就是菌 OK 我们去养它 嗯 我们就把就是用蜜糖啦 或者是用粗坑啊 去养它 差不多10天 嗯 我们再去用那个来去复制 OK 哇 那用不完 嗯 那个自然界来很多东西 其实 有很多那种科技跟文明在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种陷阱 嗯 他为了要去赚 赚到我们的钱 他去赚到很多很多 我们自己都迷失掉了 是 没有自然界有很多很多 可以用 运用的 嗯 资源 是 我们生存困难太多那个资源了 只是我们太依赖 依赖 科技啦 他们的那个 他们故意弄得很复杂 其实我们的生活空间有很多可以用的资源 是 可是你有没有认识环境跟我们的空间 OK 嗯 对 那我们其实很希望我们的就是 上一代 你作为上一代 你已经回到我们的这个部落 然后还欢迎 有一些新世代的这些年轻人可以回到部落 但是他们回到部落有各种的方式 对不对 是啊 其实我们一直在 我自己曾经也是啦 因为想说 对啊 我鼓励大家 你为什么都不回自己的部落去帮忙 后来我就开始有一些想法 嗯 如果大家都回到部落里面 哎 做农 那他原来的专业跟专场 在部落有舞台吗 有发挥的可能吗 是 所以其实要换一个角度 换一种另外一种想方式去思考 就是回来方式很多 是 你的专业怎么去导入部落 你学法力的 有一些有关部落最欠接的法力的问题 你怎么去协助部落 是 有一些你在行销 行销的东西 或者是有一些商品的包装 是做 这个东西怎么去帮 我觉得那个很多方式 我的专业回去 就是回去了 是 我觉得没有那种 所有人一定要到那边 就挤在那边 就反而是会让对我们的一些能力 会很可惜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到我们的社团法人 原住民生根德马问协会的执行秘书 林建志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有关于泰亚族 然后呢 它是属于大安息流域的这个部分 虽然这个都是重画的 跟他们正在一点一滴找出就是 属于原住民的 属于这块土地的一个智慧 有关于循环经济 有关于很多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怎么样跟都市人去做合作 大家是一个共生 然后 共同一起 也就是德马问的一个意思所在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生活的更和谐 更美好 今天非常谢谢建志大哥 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